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個漁光工作的人 在北極圈裡拍攝舞動的激光 在印度恆河,水氣慢慢的等待日出 或在某個海洋中欣賞穿過黑草 環抱海洋生物 最後抵達我眼前的光 我在北海的帆船上學習使用六分儀 才突然想到 在沒有衛星導航的大航海時代 光曾經是人們唯一的指引 漸漸的,人們就不再依賴星光了 我又是在什麼時候 忘了再抬頭仰望星空的呢? 為何我們出現? 我們出發的? 我們出發的! 就當天八街